听闻杨过娶了李莫愁 黄荣再也按捺不住 他带着郭福寻到了古墓 金庸在原著里写道 小龙女体内的剧毒深入五脏六腑 就算有灵丹妙药也无力回天 既是如此 小龙女凭什么能依仗寒坛里的白鱼去除体内的毒素 最多只是压制罢了 可以遇见的是 随着小龙女头也不回地跟着杨过离开了绝情谷 在回了古墓之后没多久 小龙女体内的剧毒再次发作 这一次小龙女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杨过还没来得及背着小龙女赶往绝情谷谷底的寒坛 小龙女就毒发身亡就此弃绝 小龙女死后 杨过整日浑浑噩噩 一日 五目里突然传来了极其轻微的脚步声 却瞒不过杨过的耳朵 杨过斜眼一瞟 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杨过的眼前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赤恋仙子李莫愁 原来李莫愁当年并没有命丧火海 那时李莫愁身中情花剧毒纵身跳入火海 此等行为无疑是自取灭亡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刮起一阵狂风 众人的眼睛被狂风吹得睁不开了 待狂风散去之后 火海之中早已没了李莫愁 讲是被大火烧成了灰烬 群雄哪里会知道 这阵狂风正是杨过运起内力所致 他借着狂风将火苗分开两边 硬生生地将李莫愁从火海里救出 随后杨过施展古墓派轻功返回了现场 可谓是神不知鬼不觉 就在杨过为自己的小聪明沾沾自喜时 一旁的黄荣却好像发现了什么似的 只见他嘴角上扬尖尖一笑 过了数年 忽必烈率领十万铁骑包围了襄阳城 此时的南宋更是昏庸无能腐败不堪 即便守城的郭靖愤勇杀敌 襄阳城仍是岌岌可危 原来朝廷提供给郭靖的粮草援兵捉襟见肘 郭靖再怎么一副当官万夫莫开 也终究只是一副血肉之躯 最终带着女婿耶律奇一起死在了襄阳城 眼见郭靖战死 黄荣深知再怎么遇血奋战 都是徒劳无功 与其继续替遥遥欲坠的南宋卖命 倒不如带着郭福远走高飞 想到这里 黄荣眼珠子一转历史有了一个主意 他一边让丐帮弟子假传自己战死的消息 一边和郭福乔庄打扮 然后跟着难民逃出了襄阳城 可天大地大 哪里有黄荣与郭福的藏身之处 要直到襄阳城城破后 忽必烈长驱直入 还在中途建立了大元王朝 加之黄荣郭福武媚动人 乃当时的两位角色美女 就算乔装打扮 也依旧遮挡不住 那超凡脱俗的美貌与气质 黄荣忽帝想起几年前 杨过瞒着大家拥救李莫愁的事来 他也听闻了小龙女毒发身亡 杨过再娶李莫愁的消息 此时此刻的黄荣 近日由自己想如飞飞 他心道 李莫愁大了杨过好几岁 为何还有如此魅力 黄荣想了一想 秀眉微平 正当黄荣快想到突破口的时候 呼听的一旁的郭福喊道 妈 我们这一次要躲到哪里去 黄荣思绪被郭福打断 不由的怒火中烧 他狠狠地白了郭福一眼 怒道 没看到我在想事情吗 吵什么吵 郭福被黄荣一顿训斥老大不痛快 可又不能发作 只能奇怪地看着黄荣继续冥想 只见黄荣一会两眼放光 一会又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脸颊上又飘起了两朵红韵 黄荣心道 杨过这小子定是爱上了李莫愁 是的 没有错 杨过自幼丧母 缺少得正是母爱 他必然喜欢年纪比他大的女子 这也难怪杨过前几年 瞒着大火就出了李莫愁 如今蒙古达子在中土为所欲为 还四处搜寻郭家后人的下落 杨过和李莫愁居住的古墓 有万斤的断龙石挡着 是我和福尔藏身的好去处 只不过 只不过耶律其已死 福尔总不能守一辈子的火寡 倒不如 想到这里 黄荣当即带着郭福往中南山赶去 二人前过水道来到了古墓深处 很快就找到了杨过与李莫愁 在黄荣的撮合之下 杨过很快就同意了再去郭福的婚事 众人在古墓里张罗婚事 道也其乐融融 良辰吉日很快就到了 黄荣借着古墓的蜂蜜酿成了好几台美酒 杨过 李莫愁 郭福 黄荣四人举杯痛饮 古墓外俨然是一个乱世江湖 百姓生活在蒙古人铁骑的践踏之下 苟延残喘 而古墓里则是公愁交错 欢声笑语 自郭敬死后 黄荣好久都没有这么开心了 加之夫而出嫁 黄荣情不自禁地多喝了几杯 另一边的杨过 即将与郭福洞防花竹 也是开怀痛饮 不一会儿 内力稍弱的郭福最先倒下 接着是李莫愁 最后杨过和黄荣也开始迷迷糊糊 看向彼此的眼神也是朦朦胧 甚至还有一丝柔情蜜意 12日日上三竿 黄荣第一个醒来 他揉了揉眼睛 不由地吃了一惊 只见自己躺在床上 一旁的杨过正呼呼大睡 更让黄荣目瞪口呆的是 新娘郭福和李莫愁 还倒在酒桌上未曾醒来